欧文的交易可能要没了 这两天的蓝网又是发布了欧文的官方宣传图 今天又发布了很多欧文的图片 随后呢 欧文转发了蓝网的官推 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似乎在线外界表达 蓝网和欧文之间 重新恢复了关系 修复了关系 从原来的多云现在转情了 那么这个事情是否就此结束了呢 还有最后一个转正点 那就是杜兰特 杜兰特走的决心究竟有多大 是不是非走不可 如果杜兰特执意要走 他被交易了 欧文还是要被交易 如果杜兰特留下了 欧文貌似可能走不了 现在有很多兄弟都说 那忽然当初是不是放两个手轮 他就放了呢 实际上不是 从始至终 我一直在跟着这个事情的进展 给我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就是蓝网不是正经跟你谈这笔交易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 你一打电话 他就告诉你 你等等 我把杜兰特的事情处理完 你再打电话 他还告诉你等等 他也不说交易欧文 也不说不交易欧文 就让你等等 等了一个多月 最后人家整了这样一个事情 他发图片 他转发 咱目前呢 就假设欧文的交易 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确实也是机会越来越渺亡 那么胡人的B方案 究竟是哪个更合适呢 有特纳西尔德 有波扬康利 还有尼克斯和胡人 还有这个爵士之间的三方的交易 从代价的角度来讲 步行者要两个手轮 你想混 保护或者互换 这三主选择 我仔细的衡量了一下 我觉得最合适的方案 那就是康利和博扬 康利可以作为一个 首发的控球后备 场均134分 40%的三分命率 还能送出5到6次入攻 6到7次入攻 非常符合当下胡人的 第三个持球点的这个角色 然后博扬呢 大家应该都是有一定了解的 七头博扬 敲单骂娘 场均18分的球员 场均三分命率 也达到了一个38点多的命率 之前达到过40 有之有量 并且拥有自主进攻能力 这两个球员 我个人觉得是 所有的这些决策球员里边 最好的一个选择 博扬的出息率 还是非常不错的 康利的出息率 还是不能太保证 两个人的合同 博扬还有一年合同 康利还有两年合同 第二年的如果被裁掉的话 就被直接变成半保障了 如果不裁掉 就是全保障 也就是说 康利的合同 目前其实是偏溢价的一个合同 博扬又是一个到期的合同 其实他们俩的价值不是特别高 用一个首轮 加上一个带有保护的首轮 我个人觉得达成的概率 还是比较大 但是这笔交易的达成 我估计也得是 等米切尔结束之后 才能达成 米切尔不走 他轻易也不会放掉 如果这个交易能达成 忽然的上限能提高到哪里呢 我个人觉得达到西局 问题是不大的 咱假设这个交易做成的 这个首发阵容是什么样的呢 比如说康利 李福斯 老瞻 浓煤 加上琼斯 替补阵容 纳恩 朗尼沃克 加上博扬 加上布朗 再加上布莱恩特 这里边还有斯坦利和托斯卡诺 安德森可以进入到轮换 还有塔克 整体的阵容还是比较完善的 攻防也是相对的兼备 上限高不高 可能看着粘煤的一个健康情况 和一个整体磨合的一个情况 不敢保证这个阵容是第一提队的 争冠阵容 但是呢 是在西部挺有竞争力的一个阵容 如果说用一个首轮 加一个首轮的保护 去混来博养和抗力 你们同意吗 你们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方式吗 可以打在评论区 我们一起探讨交流一下 就说这么多吧 晚上就在直播 最后呢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